然后呢我还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每次都说 人呢逢369都会有灾 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灾是不是会提前 就是为什么我有一个这个感触呢 就是说因为我母亲呢也是您的弟子啊 就是这四年呢 他跟您修这心灵法门也特别好 然后功课呢也是按照您平时来做 他明年才是56岁 然后呢他也自己开始准备了56岁的那个56张小房子 可是他这个月的时候呢 他突然觉得他那个卤房不舒服 然后他去医院检查的前一天呢 他就梦见有一个白衣人呢 在他身上抽了两下 然后他转天早上下就跟我说 他说肯定是菩萨来来救他了 来帮他那个治病了 然后转天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呢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什么增生呢 节节呢 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害怕的 然后他就立即许愿 就是说我念小房子和房生5000条鱼 吃全素了没有了 吃全素了吗 还没有 他每个月吃10天到20天的吃 没有了 没有了 最近给他颜色看了 他要是再不吃全素的话 他麻烦了 乳房增生的话就是癌症了 乳腺癌啊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就害怕了嘛 然后我就说 我就想问问 是不是他这种情况 就预示着 他明年的节可能就提前出现 然后让他现在自己 改正调整 做好准备 会的 会的 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因为一般的 一般的节有时候早报 有时候晚报都有的 但是晚报的少 基本上都是早报的 嗯 好 我跟他讲 那他平时 就您感觉他的功课还行吧 他反正功课就是按照您之前 你告诉 我告诉你 凡是吃荤的人 嗯 念出来小房子 至少打掉15%的折扣 嗯 知道了 就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就是他的 他念出来的经文的气场 都不一样 是 嗯 那是肯定 吃荤了 讲都不要讲的 肉嚼在嘴巴里念出来的经 菩萨要听啊 你自己都 经不了你的内心啊 经文是讨厌你自己内心的 调整你的心态的 对不对 跟菩萨接气的 你现在把那个肉吃进去的话 不停的吃荤的话 你就像这种电波就是一样 像电话不清楚了 几里哇拉的 你说菩萨收到就不清楚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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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刻就会告诉他